中国女孩宋哥当选为2018年福布斯青年领袖 中国女孩宋哥当选为2018年福布斯青年领袖 西华网洛杉矶6月19日变,刘琳,中国女孩宋哥日前当选为美国福布斯杂志2018亚洲30位30岁以下经营榜的青年领袖 同时当选的还有日本运动员雨声杰弦,韩国歌手组合BGS等 福布斯称宋哥,英文名Emily Song,是美国和中国娱乐市场相结合的最佳希望 当选为美国福布斯杂志2018亚洲30位30岁以下经营榜青年领袖的中国女孩宋哥 新华网发,高尺社 据福布斯杂志介绍,今年当选的600名青年领袖是从全球各地推选的4000名候选人产生的 福布斯有关宋哥的介绍显示了美国娱乐界对进军中国市场的渴望 宋哥在中国天津长大,曾做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商学院学习 目前他正在筹集1.5亿美元资金,推动中美应试合作 宋哥就职于美国创新精英文化经纪公司 该公司总部在美国加州洛杉矶 被认为事业界顶级公司 代理汤姆克鲁斯,贾斯汀比伯,肖甜甜布兰尼等多位明星 宋哥在脸书工作期间,帮助该公司的聊天平台软件Messenger增加诸多新的功能 Messenger的越活跃用户从5亿增至6亿 早在中学时代,宋哥就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担任主持人 大学期间,他先后采访过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商界名人沃伦·巴菲特等 他曾多次主持大规模的社交媒体直播活动 宋哥最大的成绩还来自于中美娱乐业合作与交流 宋哥说,共同投资可以把好莱坞的经验、资源和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完美地结合起来,实现共赢 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深度参与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中美合作电影 并未超过75部中文电影进行了组盘、销售和融资 宋哥的目标是确保好莱坞与北京的联系更紧密 他说,文化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相互了解的最佳方式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在文化体育行业的工作,向美国展示一个我所热爱的中国 而文化体育往往是寻求共性和理解的最佳途径 作为NBA球星德威文维德经纪人团队中唯一的中国人 宋哥说,希望有更多的美国运动员前往中国 让中国的球迷更加了解他们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中国运动员、演员、编剧、导演能够走向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